太阳队今天正式宣布,与老将中风泰森钱德勒完成买断,根据此前的报道,恢复自由身后,钱德勒将会与胡人完成签约,考虑到钱德勒本赛季的薪水高达1360万美元,几乎肯定不会有球队认领他的合同。 所以加盟胡人,已经只是时间问题,太阳在2015年与钱德勒签订了一份四年5200万美元的大合同,但球队很快走上百满重建的道路,钱德勒不止一次在赛季后半段被雪藏,在18年的职业生涯里,钱德勒场却可以得到8.6分9.2个篮板1.2次封盖,onfire天朝最打扰的篮球APP。